OK,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么今天我们会接着上面的内容 继续我们的Launcher的分析 和我们的Widget的相关的开发 那上次我们都说了 上次我们说了在我们Launcher里面 有我们的Shortcut Live Folder 和App Widget以及Wordpaper 这些四块内容 可以添加到我们的Home Screen里面 而且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我们的Shortcut 它的这样的一个添加步骤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包括它的一个原理 重点我们还记得 当时我画了一个时序图 对不对 画了一个时序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Shortcut它的整个机制 我们也通过在Launcher里面 去跟踪了一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 OK,Shortcut实际上是什么呢 在添加的时候 它是启动了我们那个Activity的 然后你进行一个返回值 最后是由谁来呈现呢 是由我们Launcher呈现的 在它这个桌面上 那么好 既然Shortcut我们已经会了 同理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的Live Folder 同理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的Live Folder 那么也同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Launcher 在Launcher里面 我们还是从我们上面来找一下 Live Folder 我上次给大家演示过它的效果没有 没有演示过效果是吧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是Live Folder 我们启动一个模拟器 那就是演示过 OK,那Live Folder实际上就是获取一个列表嘛 对吧,还记得吧 好,OK 那既然演示过 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我们的Live Folder 如果大家还不记得Live Folder什么样子了 就在你的Android手机上 或者自己打开模拟器 或者看一下我们上次的视频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活动目录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跟踪一下 当按Click的时候 如果选择的是添加我们的Live Folder 看一下啊 这个过程 那么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ShortcutName.add 也是添加了一个名字 对不对 而且 Founder.put 它的一个Name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一块包括看到没有 Extra Shortcut 在Internet里面 加上了这样的一些 Extra的这些 数据 是不是 跟我们上次 差不多啊 对吧 跟我们上次的Shortcut 快捷方式 这一块是差不多的 看来确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 OK 那这些内容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 它通过这个方式 来启动了我们的Live Folder 无非就是最后的 在启动的时候 Internet Filter的这个Action 不一样啊 这个Action不一样 是Live Folder 这样一个Action 那么我们猜想一下 它的这个操作方式 就要实现一个Live Folder 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它接收 当它接收值的时候 Activity Result PickLive Folder 在这儿 Complete Add Live Folder 我们来跟踪一下 Intent 传入了一个Intent的对象 得到它的一个图标 进行一个显示 把它添加到当前的这个窗底上 好那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好所以光看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看得出来 就差不多的啊 就包括了 但是这里头 就是我们在传递的时候 之前有个Shortcut Info 这个信息 这个对象 我们看一下 它传递的时候 是不是要传递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的话 它肯定要定义 它的一个对象体 对不对 快捷方式 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同样的Live Folder也有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区分一下 我们的这个Shortcut Info 和我们的那个Info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在哪里呢 在于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记起了点慢 这个Info 当它去设置它的一些值的时候 重点有一个这个 里面有个URI 这个URI 我们在用Content Provider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过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当时 我们为什么会用到它呢 是因为我们在请求一些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得到它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那么同理 我们既然是一个Live Folder 它既然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是去查找一堆的数据 这些数据是从哪里去查找呢 我们猜一下 在不同的进程之间 共享数据 因为它要查通讯录 对不对 它要查通话记录 那么 在不同的进程之间 去共享这些数据 我们是不是要用到Content Provider 所以 我们同样的 也要把这个URI传给它 也就是说 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返回这个Intent的时候 以前我们那个Intent 只是设置了它几个extra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加上一个URI 这样子它才能够知道 从哪里去读 好 那么 还有 为了验证 我们刚才的一个猜想 所以我们来到官网 我们来查一下 怎么样来实现 来 来 Folder 搜一下 偷偷来搜一下 里边 来Folder 好 我们直接看一下它这个代码 这个也是在这个Activity里面 在Live Folder 这个Activity里面 首先它得到传过来的 这个Intent 这个Intent是通过谁传过来的 是不是通过我们当时的 那个Peaker 对吧 就是Launcher启动了Peaker 然后Peaker启动它 传过来的Intent 得到Intent的Action 如果它的Action是Live Folder的 这个Action 就表示要建立一个Live Folder 要建立一个它 那同样的我们肯定会想得到 既然有这个 我们当时是不是在Manifest里面 也要设置它的Intent Filter 对吧 这个Activity要给它设一个 这个Intent Filter 我们就能猜得到了 设置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它的号 它的Request Code 是我们的Result OK 然后它传入的Intent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在这里去设置的 首先要设置一个它的Name Data 就URI传进来 我们都知道Data就是URI 然后它的几个Extra 之前我们Shortcut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直接用什么Extra 什么Shortcut 什么Name Icon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用它了 那么 好 我们大概知道了 看了这个 我们就验证了我们的一个猜想 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个实现 就拿我们 上节课的这个例子 这个 当球Demo 我们在这里去建一个新的Activity Live Folder SimpleActivity 重载一下Uncreate 不要忘了给它配置Manifest 那我copy一下 .Live Folder SimpleActivity 这里就注意了 我们之前是我们的Create Shortcut 那我们现在猜是不是应该叫Create Live Folder 我们找一下 我们找一下有没有 果然有一个 所以 你看有很多时候都是从里的 因为我们能这样猜 事实上他们的设计师 在设计的时候 也会这样去考虑 好 这个就表示 他会去接收这样的一些消息 这样的一个Intent 这样的一个Intent 过滤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 来进行这个操作 那么也就是说 当它 启动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 就像我们之前Shortcut一样 在这个时候 给它返回什么 返回它在我们的Launcher里面 要呈现的那些 那些参数 对不对 然后再关掉当前的这个Activity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Get If Intent GetIntent 等于 GetIntent If Get Intent Get Action 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的 Live Folder 这个类里面 有个长量 这个要注意一点 我们当时Shortcut 是直接在Intent 那个下面 就这个长量 这个是Live Folder里面 这个Action 如果有的话 那我再建一个Action 再建个Intent Return Intent 我们 我们给它设置一下 设置的内容 包括什么呢 其中 Set它的 Data SetData 要设置它的一个URI 对不对 那么这个URI的话 我比方 这个就取决 也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Content Provider的 那个URI 还记得吧 那个样式 什么Content 冒号 两斜杠 那个东西 那好 现在的话 我们当然有个命 如果要用到我们自己的 你就用你自己的URI 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系统的 Content Provider 你就用系统的 比方说 我用一个 系统的吧 得到联系人 这样的一个URI 当然这个PV已经过时了 但是我比较习惯用这些老累 有的时候 最新的是 把它们全部集成在 我们那个Contact Contract Contract里面 然后继续给它加上内容 return .putextra 这个extra里面 就会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还是找一下 记不清楚 没关系 extra 看一下 首先是名字 好 我给它起个名字 主要说叫 Sundee Live Folder 是一个 然后呢 再给它设置 图标 对吧 当然我们说了图标 如果不设 它会有默认的 对吧 我现在我就不设 我到时候用它默认的试一下 还有什么呢 显示模式 这个显示模式 主要是指什么 可以看一下这边 是list的形式显示 还是grade 就九宫格 是列表形显示 还是九宫格 那我们就选用list吧 还有一项 这项是什么呢 叫base intent 那么这个base intent 其实顾名思义了 是不是就是要传入一个intern的对象 这个intern的对象 有点像我们什么 有点像我们当时sure card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用过 就是点击它这个图标之后 会启动那一个 对吧 这个很简单 但我们这个我就不用了 这个我没关系 我这我就不用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定义 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义 然后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返回 set result 把这个对象给返回去 不要忘了 finish 当前的activity ok 我们来试一下 效果 看看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否真的就完成了 那事实上我们通过代码看的话 其实通过launcher我们看了一下 它的整个过程 实际上就还是我们sure card 只不过传的对象属性 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 好 我们在这添加一下 文件夹 就它 我们这是我们的launcher demo 我们点一下 这就出来了 sundee live folder 对吧 但没有显示完成 我们点一下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是不是通信录就出来了 虽然只有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吧 那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很简单了 就是它跟我们sure card是一样的 就记住 它无非就比我们sure card多了一步 就多设置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data 对 给它设置一个data 这个data也是我们internet filter 几大属性 四大属性之一 四大属性之一 就是传一个uri就行了 OK 那么在这个环节的话 当然你点了 再启动它 你肯定就启动到那边去了 但是这点我们来看一下 我点一下 我看一下效果 我们按正常情况下 我们启动它 是不是应该启动到 我们通信录里面的 那个activity去 点一下 看到没有 没效果 没效果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设立internet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哦刚才我们的那个internet 其实不是点了图标之后的它的一个事件 而是点了这个图标之后 点它每一项的时候的这样一个事件 明白吧 然后问个问题 不同的项目 跳到一个地方去 不会啊 刚才只有一半设置了 你可以通过那个uri来进行标识啊 uri下面还可以加杠啊 对吧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就是 在这里我提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个窗体是在哪儿生成的 在哪儿生成的 就这个窗体 是不是在launcher程序里面 你确定吗 但是这个那你觉得是哪个类呢 你看 通过那个怎么 它有一个单块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像Picker的机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上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click launcher 它chandle 就拿这个来说 我们在pick的时候 就是pick shortcut 或者在我们在这儿的时候 在我们点击了